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每次互动都是制衡越做越好的动力 今天这篇文章带各位中老年朋友了解一下断食和长寿的关系 英国科学家的这项结论造福无数人 建议各位中老年朋友收藏起来好好看看 如果你有了解过或者正在尝试减肥 相信你一定听说过断食这种饮食方法 不吃东西对于吃货们来说简直是要了命 不过科学的断食对健康的好处可能远超你的想象 合理的断食不仅能让你减去体重 还能帮你延缓衰老并降低癌症 糖尿病与心脏病的发病率 BBC在2012年推出的纪录片《进食断食与长寿》 就详细记录了断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并介绍了科学的断食方法 相信在看完之后你会对断食有新的了解 甚至会去想尝试断食 迈克尔·莫斯利已年过50 在这样一个即将步入老年的年纪 莫斯利希望找到一种可以延缓衰老 保持健康 并让自己变得长寿的饮食方法 莫斯利发现 自己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中 美国西部干旱地带居民的平均寿命不减反增 同时 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 控制卡路里的摄入 对保持人体的健康 延长寿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此 莫斯拜访了生理学教授丰塔纳 丰塔纳教授一直在进行饮食研究 丰塔纳教授表示 严格控制卡路里摄入的人群 明显比那些坚持传统饮食的人更加健康 于是 莫斯找到了一位严格的低卡路里饮食者 科德尔 他坚持在吃的食物是蔬菜 水果和苹果皮的混合物 这样的食物营养丰富 但热量很低 为了验证这样低卡路里饮食的效果 莫里斯和科德尔进行了身体测试 结果 莫里斯的体测和体检结果 被坚持低热量饮食的科德尔全面吊打 同时 莫里斯患中风 糖尿病和癌症等疾病的几率 也远远高于科德尔 看来 低热量饮食对于健康大有匹益 但是 这样的饮食方式实在是太痛苦了 没几个人能坚持下来 有没有什么方法 让人既能够享受美食 也能保持身体的健康呢 为此 莫里斯找到了研究衰老问题的专家 格隆教授 通过小白鼠的基因改造实验和兑换莱伦氏综合症人群的研究 所谓的莱伦氏综合症又称诸如综合症 是一种生长严重迟缓的罕见疾病 也被称之为生长激素持钝症候群 对此 格隆教授发现 只要降低人体内一种叫做IGF1的激素含量 就可以大大降低癌症和糖尿病的发病率 在人体衰老的过程中 IGF1不断促使细胞分裂 让身体处于活跃的状态 当体内IGF1含量下降时 体内细胞的分裂速度会减缓 并使细胞进入修复模式 DNA的损伤也会得到修复 既然如此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降低体内的GIF含量呢 答案是 控制蛋白质摄入量 当摄入蛋白质较多时 人体GIF1的水平 就会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使细胞处于活跃模式 难以修复受损的DNA 所以 蛋白质虽是好东西 但摄入量还是要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听起来简单 但想要精确控制蛋白质的摄入量绝非易事 那有没有更加简单的方法来降低人体的GIF1水平呢 答案是 断食 断食的反应会更加猛烈 断食的24小时内 血液内的葡萄糖和GIF1含量就会明显降低 为此 莫里斯体验了一次三天四夜的断食 断食期间 莫里斯会大量饮水 每天只喝一碗热量为50大卡的大酱汤 断食结束后 莫里斯进行了抽血化验 化验结果显示 莫里斯血液中的IGF1水平降到了原来的一半 血糖水平也有所下降 断食的效果确实明显 但是要维持这样的效果 一个月就要重复一次这样的断食 实在是太痛苦了点 为了找到更舒服的断食方式 莫里斯又拜访了克里斯塔瓦拉迪博士 瓦拉迪博士正在研究一种隔天断食法 以每两天为一个周期 第一天为断食日 第二天为解禁日 在断食日这一天 断食者要严格限制一天中人所摄入的热量 女性摄入被限制在400到500大卡 男性摄入则被限制在500到600大卡 差不多相当于吃两碗米饭或者十个苹果 在断食日 瓦拉迪建议摄入的食物主要是水果 蔬菜和少量的碳水化合物 这样的食物热量不高 也足够健康 而在解禁日 断食者可以吃任何自己想吃的食物 这比之前持续性低卡路里饮食和长期断食舒服多了 也更容易长期坚持 瓦拉迪博士进行了对照实验 结果表明 相比于采用传统饮食的实验者 尝试隔天断食法的实验者体重减少了更多 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和甘油三肢水平都有所下降 也大大降低了他们患心血管疾病的概率 你可能会有疑问 在经历了断食后的解禁日 人们岂不是更容易暴饮暴食 实验数据显示 在解禁日 尝试者的能量摄入 往往只会与每日正常需要的能量高出10% 因此 你大可不必担心 在解禁日暴饮暴食的问题 当然 除了身体的衰老 大脑的衰老也值得我们关注 为此莫里斯又去拜访了 专门研究大脑衰老课题的 马克·马特森教授 马克教授对老鼠进行了类似于 上文瓦拉迪博士的 隔天断食法的实验 他管这种方法叫做 间歇性能量控制 采用间歇性能量控制饮食的方式的老鼠 相比于普通老鼠 明显能更长久地保持 良好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 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时间 也明显更晚 在检查断食老鼠的大脑时 马克教授发现 断食带来的振发性饥饿 可以刺激大脑神经元生长 这个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的结论 可以从进化的角度来理解 动物在饥饿的情况下 会趋向于提高认知能力 来更好的记住食物的位置 提高生存能力 这样的结果说明 隔天断食法 很可能会有助于延缓人类大脑的衰老 降低老年痴呆症的发生概率 在影片的最后 莫里斯采用了马克教授推荐的 二分之五断食法 即每周正常饮食五天之后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 每天只摄入600大卡的热量 这一断食效果法也非常好 五周后 莫里斯的体质率 从之前的27%降到了19% 血液中的IGF1水平也降到了一半 更为重要的是 这样的二分之五断食法 与一周中的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时间吻合 对于上班族来说 更加容易坚持下来 由此来看 适当的断食确实好处多多 不仅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还能延缓大脑的衰老 那么说到这最后 只很不得不再提醒各位中老年朋友们 以下四点 注意Tips 一 要保证饮水量充足 每天饮水量在两升以上 二 有胃病 贫血 低血压 低血糖等体质虚弱的人 不适合使用轻断食 三 轻断食 需要在有良好的健康饮食习惯下进行 四 有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粘 超重或者肥胖 便秘等患者 平时能量摄入 功大于求的人相比 比较适合轻断食 如果想要用轻断食来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 延长寿命的话 这四个注意千万不能忘 否则弄巧成拙 反而有害 这么好的知识 也不要独享 分享给你关心的家人和朋友们 他们一定会感谢你的 欢迎收看订阅 혹시 demographic验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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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